十五,澳門日,專家聚好推廣中醫養生 2015年9月4日 套文B07本部消息 近年來大眾對中醫養生懶感興趣 為共同的目標和推廣中醫養生在港澳地區發展 澳門中華中醫藥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推廣學會於上月23日 在利路酒店三樓宴會廳共同舉辦國際2015中華醫學養生論壇 推廣中華醫藥養生、弘揚中醫養生自未病的優良傳統理念 推廣正確的中醫養生保健知識 隨著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和生活水平不斷提升 人們對身心健康也更加重視 為推廣中華醫學養生 加強澳門與內地及海外各國醫學界之間的交流 試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內地和廣澳等各界的專家學者 分別就中華醫藥養生、國學、文化傳承、疾病與防保健、 傳統道醫文化等自未病範疇作專題分享 共同交流了大眾在目前養生熱潮推動下如何正確認識 國醫養生和自未病等大眾關心的熱點問題 該會希望通過本次養生論壇 有助於推廣港澳及內地及外國對中醫藥養生 及中醫自未病理念的身認知 為及更多的民眾 提供不同類型的平台讓大眾認識中醫藥養生 與會專家包括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詠能 國學大師李安剛 北京中西醫藥研究所總流專家委員會業務會長文小平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科風濕病協作組組長後麗萍 山西省中醫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文革 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 江蘇省中醫院以備校科主任陳小寧 北京大學文營經濟研究院養生養老工程課題組組長王斌兵 中國老子文化學院院長王漢明 北京紫金漢堂書法藝術院院長李天雲 中華中醫藥學會扶養醫學傳承基地道師陽光等 參與研討會的橫有中醫藥志願者協會 醫護志願者協會 中華老子國學 澳門中醫藥學會 澳門中醫生協會等澳門中醫界的僑所與各界代表 出席時次學術研討會的主要嘉賓有衛生局副局長鄭成業 中聯辦文教部助李夏禎 前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科資大學校董會主席周禮稿 鏡湖醫院副院長吳培娟 科大醫院副院長吳培 澳門醫務界聯合總會會長賀信發 澳門志願者總會會長白其文 醫護志願者協會黃建雄 澳門中華中醫藥學會會長孫潔 試次研討會得到中聯辦、衛生局 澳門基金會、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及澳門霍應東基金會等支持